华人世界的传统名茶普洱茶 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内涵 在漫长岁月里 普洱茶以其自身独特的品质和韵味 滋养了无数苍生 云南古树普洱茶收藏研究会 又名古普会于2014年成立 是云南省最具规模及古树普洱标准制定 研究与推广 古树茶园保护于一生之协会 作为古普成立大会推出的古树普洱纪念品 4713清标古树普世饼 有着特殊历史意义 4713是取吃茶一生之意 同时47也是为纪念古普会专家 今年累月翻山越岭 在云南省境内的47个县境内 发现有古茶树群落 古茶园和古大茶树 而13除了咸音义一生一世外 1代表从心开始归一本质 3代表三生万物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4713清标古树普洱茶 来自于普洱茶发源地云南 云南是普洱茶的故乡 古茶树多为大叶种桥木 生长于海拔1300公尺以上的深山原谷 远离环境污染和人为侵害 据古普会专家实地考据 其中古树茶树高数字数十公尺不等的山头有130余株 其中基部直径100公分以上的古茶树有42株 树干直径100公分以上古茶树有30株 100公分到50公分内古茶树有300余株 它们是珍贵的宝藏是活的文物 随着时间淬炼 普洱茶自身独特茶信也展现于其售价上 喜欢普洱茶的品名人士都知道 备受市场推崇的88清普洱茶 有1992年整批出厂茶饼不到8元港币 10年后的2003上半年 价格为每饼新台币1200元 2003下半年又升至1800元 2004从1800元升值到4500元 2005到2006年 每饼再从8100元升值至36000元 2007年更飙升至每饼5到6万元 时至今日一饼88清普洱茶 价值已经是新台币10到20万 还不见得有钱可以买得到 甚至有人以500万价格整箱 通过拍卖购入 是物以稀为贵之典型案例 一时为中亦以终为时 与爱茶人共同见证 5年芳草干 10年处子建 15年豆蔻开 20年君子囚 30年金神聚 40年显天炎 50年润肺腑 60年寿炎年 70年通仙界 80年无挂碍 成长历程 来源清晰 通过多项科学检测 安全健康有保障 可饮可藏 一瓶好茶 经过时间的淬炼 方人成为绝想 献给追求内在品质的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